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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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今天是香港時間8月6日 禮拜日 歡迎收聽今天新聞 我們首先看看兩岸新聞 下面請聽報導 中共高層進入北戴河時間 但是軍隊內部的動盪 看起來還沒結束 8月3日 中共軍部發表評論文章 被認為洩露了不少重要資訊 軍部這篇社論直接表示 中共對軍隊的絕對領導 是建軍之本 我軍是拿槍桿子的 是執行黨的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 軍隊對共產黨的忠誠 必須是唯一的 徹底的 無條件的 不深任何雜質的 沒有任何水分的 法國國際廣播電台評論說 至少中共幫軍隊起的名字 叫做人民解放軍 意思是人民的軍隊 但是軍部現在完全不掩飾承認 軍隊其實就是共產黨的武裝集團 而且還要無條件地忠誠 這種表述令不少讀者驚訝 因此有網友替黨媒體著急 留言說 奴才做事 不能夠聰明一點嗎 這樣說話 是把偽裝全部射低 說給全世界知道 這些是黨衛軍 不是國防軍 想一下納水 想一下 那就是黨衛軍 這個世界上 還沒有哪個政黨 敢大言不慘宣稱 中國軍隊就是中共的黨衛軍 只是為這個獨裁黨服務 《軍部》這篇社論更強調 對黨絕對忠誠 要害在絕對兩個字 確保槍桿子始終掌握在對黨忠誠可靠的人手上 全軍官兵必須堅定不移聽從黨中央 中央軍委和習主席指揮 文章再提到郭伯雄、徐塞厚、 房峰輝和張陽四隻軍老虎 說要全面徹底肅稱他的獨流影響 這就令人聯想到最近中共火箭軍 戰略支援部被整肅的傳聞 特別是軍部著重絕對忠誠 反而暴露了軍隊的離心離德 一直追蹤火箭軍整肅消息的 原中共海軍司令部宗教參謀 詠誠在推特法文 這次中共政治中心 北京和京基重地河北省都遇到水災 北京天津地區 進駐了好幾個集團軍 為什麼這次一個都沒有出來 可見習近平和軍隊的關係有問題了 官方傳媒其實曾報道 中共陸軍第82集團軍救災的消息 但是就被獨州村民和網民揭穿 是造假的 搶險救災影片是人造報警 姚誠認為美國空軍大學 去年揭露中共火箭軍的基地部署等內部資料 最近有披露中共海軍航空兵重組的消息 這件事現在連中共部隊都未清楚 為什麼美軍能夠提前掌握? 姚誠判斷仍然是中共軍方高層向美方洩密的 台灣國防安全研究院 國防戰略與資源研究所所長蘇紫雲判斷 現在中共軍方又遵入整肅期 蘇紫雲8月4日向大紀元表示 習近平執政接近11年以來 軍隊已經整肅了幾十位高階的將領 即使如此 軍部還一再強調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 透露出中共政權內部不穩的信號 蘇紫雲認為 中共如果心滑下去 可能有兩個軍頭會出事 一個是3月剛剛卸任的前國防部長魏鳳和 他是火箭軍出身的司令員 另一個是剛剛上任的國防部長李尚福 他曾任總装被捕 中國西窗衛星發射中心主任 對火箭軍、軍工企業非常熟悉 中國民運資深人士 海外民運領導人魏京生總結說 今次水災、軍隊沒有救災、領導沒有慰問 反而聚集在北戴河 那名軍心極端不穩、正情極端不穩 一上民心極端憤怒、拍馬屁極端腦骨 都加起來在一起 是末世景象 災情持續一個星期 8月5日河北武警部隊全面接管當地救援 民間救援隊被要求離場 當地民眾表示 官方擔心災情真相曝光 單是一個村就遍地是屍體 8月5日 陳先生向《大紀元》記者介紹 河北武警總隊有500人 今天進入鐵州 他們全面接管救援工作 民間的救援力量被要求全部撤離 並且中央的救援物資也是剛剛到達當地 而之前的物資全部來自民間 民間上方設法從四處籌集來的 完全是民間自救 他強調說 志願者在鐵州市清涼寺馬方村 看到死屍遍地 官方怕民間救援者 將真實情況的圖片 影片放到網上 他還提醒最近河北的豬肉 千萬不好吃 那些是浸在水裡多少天的死豬了 吃了會有問題 現在準備消殺 怕引發豬瘟 中共宣傳部門的一則 雨情相報內容在網上被曝光 也印證中共極其害怕真實情況外洩 內容中提及 部分救援隊在救援過程中 違規使用移動網絡 將救援過程及周邊影像惡意對外直播 嚴重損害我區形象 並稱被雨情巡查員發現後 直接將他們直播網絡撤斷 並抓獲違法人員掃明 雙方內容中稱 同時配合飛行器管理部門 擊落擊毀了一批未經允許 擅自拍攝災區影片的飛行器 越來越多聲音指出 河北洩洪、水浸特州 主要是補中共所謂的千年大計政績工程 鴻安新區 中央黨校退休教授蔡霞說 為何將奪州定為蝕洪區 奪州蝕洪不是補北京 而是補鴻安 冒著一百多萬人的生命威脅 寧可毀掉百多萬人的家園 大片大片的好農田 補那個千年大計的粒地鬼刀 補粒地鬼刀實則是補面子 補獨裁補助 不要忘記無朝中共劉少奇說 人相食是要上市書的 有網友披露 有B站網友因為發布紅案 和獨州的海拔對比圖 被封號15天 水利專家王維樂向大紀元介紹說 這次洪水它令很多人看不出問題 主要是消息發不出來 還有比獨州更厲害的 比如保定的某些地區 石家莊的某些地區 安陽的某些地區 刑台的某些地區 比獨州更厲害 就是受到這個訊息的控制 我們看不到這些 建議書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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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曉林律師事務所的律師 在多年的工作期間 辦理了幾宗尋釁滋事案 深感尋釁滋事罪 罪狀表述的模糊性 是導致執法機關 選擇性執法的主要原因之一 一些處在模糊地帶的行為 大多數被以尋釁滋事處罰 建議書提到 網絡上發表言論、上訪、申訴 和控告等行為 經常被指控為尋釁滋事 實際上這些指控 剝奪了公民的言論自由權 也違背了刑法的原則 建議書強調 尋釁滋事罪立法 和司法解釋存在缺陷 該罪罪狀表述模糊 其中隨意、任意、情節嚴重、情節惡劣 造成公共場所秩序嚴重混亂等表述過於模糊 而這些又是認定該罪的關鍵 知名社會博主陸火 星期五在社交媒體發問 稱讚山東這家律師事務所 實在是太有骨氣了 山東曉林律師事務所主任于海律師 向陸火表示 本來不想寫這個題材 也怕惹麻煩被律師事務所 但是近期引起社會高度關注的 幾宗尋釁滋事案 包括安徽淮南朱玉珍 在抖音發聲申冤 被控尋釁滋事 吉林陶南村民 司智達浮橋被判尋釁滋事案等 都嚴重違背了天理和人情 于海認為實踐證明 尋釁滋事罪在立法上存在閉端 是該法律規定的模糊性 導致了司法的不確定性 2018年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羅祥 已稱讚民呼籲廢除尋釁滋事罪 2022年和2023年 在全國兩會期間 中共全國政協委員朱征夫 也先後兩次提交廢除尋釁滋事罪的建議 中共當局到目前為止 仍然無視各界要求廢除的呼聲 連續多日暴雨 造成華北永定河出現有紀錄以來最大洪水 河北省廊坊市境內的 永定河段5號發現缺堤 出現80米缺口 據明報報道 目前永定河大橋已封鎖 當局政組織人員進行缺口 封倒前的道路長通工作 現場挖掘機人員稱 工作將通宵進行 預計短時間內無法完成封倒 河北暴雨洪水還未退去 又有強風來襲 據河北省氣象台8月5日早上發布預警 保定鴻岸新區、石家莊、倉州、杏水、營台、 寒丹及倉州沿岸海域有雷鎮雨 搬有短時強降雨和8至9級大風 局部地區10級以上大風天氣 法新社報導說 目前為止 受災最嚴重的地區是北京的倫省河北省 該省方圓數英里都被大水淹沒 另據河北省應急管理廳、官方微博消息說 受強降雨影響 河北98個遠區、883個鄉鎮遭受洪路災害 受人口222.2900人 直至8月4日8時 河北轉移民眾154.0200人 其中速濟洪區轉移961.200人 河北保定核下的諾州市洪災持續 保定市官方宣稱 直至8月5日中午 全市洪災已導致10人死亡、18人失聯 但網民紛紛留言表示不相信 並稱官方數字後少了幾個零 經濟學者田北明在推特上留言說 河北染沒多少人是絕密 絕對不可能向民間公開 他們全部死於被精密控制的洩洪工程 河北所有洩洪區都由人控制 不是自然水流的結果 也就是說死亡完全來自人禍 洩洪者很清楚哪裡被淹 但根本沒有提前組織疏散 也沒有緊急通知自行逃命 烏克蘭戰場突然轉向黑海東岸 烏克蘭星期六擊中 靠近克里米亞大橋的一艘俄羅斯郵輪 之後發出警告 黑海陸坐俄羅斯港口 存存於戰爭危險區 8月4日烏克蘭無人艇首次襲擊 新羅西斯克俄羅斯海軍基地 一艘大型登陸艦 導致這座習軍事基地 商業設施和燃料碼頭航運中斷幾小時 8月5日凌晨 位於黑尺海峽的俄羅斯石油船 被烏克蘭無人機擊中 大火紅紅 連接克里米亞與俄羅斯大陸的 同名大橋被迫中斷交通多個小時 烏克蘭內部人士向發申射證實 當夜烏克蘭安全機構 摘毀了一艘俄羅斯運送燃料 和士兵的重要郵輪 股方證實 一架攜帶炸藥的水面無人機 完成了這一任務 據俄羅斯高速公路信息中心稱 接連俄羅斯與 克里米亞半島的大橋交通 中斷了3小時 直到星期六早上才恢復 星期六下午 烏克蘭航行和水民服務機構 發出嚴正警告 宣布俄羅斯在黑海六個港口處於戰爭危險區 烏克蘭國家安全與國防委員會秘書 丹尼諾夫發推文說 每執行一次新作戰任務 烏克蘭的攻擊無人機和艦載無人機都會變得更精確 操作人員更有經驗 作戰協調更有效 無人機製造商也會有機會改進戰術和技術特點 丹尼諾夫補充說 俄羅斯目標是烏克蘭武器的最佳試驗場 自從莫斯科7月中拒絕執行聯合國調停 達成的烏克蘭糧食出口協議後 烏克蘭無人機攻擊黑海行動有增無減 俄羅斯外交部發言人薩哈羅瓦星期六說 這是一次恐怖攻擊 俄羅斯將作出回應 並懲罰對攻擊負責的人 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宣布 俄羅斯導彈在星期六傍晚襲擊了烏克蘭 擊中了烏克蘭飛機製造商馬達西奇公司的建築 多謝收聽這節的今日新聞 再會 我忘了跟這個點擊指示 超級詐雜塔 全部無法揮風 超級詐雜塔